- 欸都不能吃快一點了 可是這樣 你人怎麼這麼好 親自下海騎U-buy幫他打廣告 是不是就是希望U-buy 可以替北市府多賺點錢啊 但U-buy是賺了錢沒錯 不過市府卻一毛也拿不到 怎麼會這樣 還不是市府不急害的 怎麼說呢 原來過去微笑單車 每年都必須把營運縫收入的15% 交給市府當作權利金 但自從2019年 北市府和德標廠商 傑安特重新簽約後 就把權利金的規定改成 營收如果有超過3億6千萬元 再把超過的收入交18% 給北市府就可以了 北市議員徐家培就發現 2019年微笑單車收入 大約只有3億5千2百萬元 根本沒達到合約規定的 3億6千萬元標準 所以賺的廠商都收到口袋裡 權利金一毛也不用給北市府 我只是在賓家一半 我只是在看我 看看北市微笑單車現行的費率 1030分鐘5元 4小時內每30分鐘10元 如果超過4小時 就會變成每30分鐘20元 最後如果騎超過8小時 第8小時開始 就會變成每30分鐘40元來收費 雖然聽起來都只是同板價 再看看微笑單車公司的財報 前年可是大賺了8千萬元 北市府只能乾瞪眼 怎麼好賺的生意 電笑接著都想要粉一杯羹啦 而且回頭看看 微笑單車上路8年來 廠商賺盡了快20億元 但市府拿到的權利金 全部加起來卻只有2億元一咪咪 不只如此 北市府過去每年 還因為單車的建置不太患 要支付給廠商價金 過去8年來 北市府一共支出了6億元的價金 但只收回了2億元的權利金 剩下來等於北市府 就已花了4億元的公堂 而且在這之中 還不包含過去前30分鐘 免費的補貼費用 這次說市府真是否送錢給人家剁生意 還不求回報 許家培要求北市府 應該要對微笑單車執行狀況 進行總檢討 或是未來會順勢的更多 北市交通局回應 新合約是委託財務公司 和學者專家討論的結果 合約會這樣設計 就是希望確保業者 有基本的營運獲利 未來也能減少市府的總支出 而且新合約是採7年的財務規劃 從2019年到2025年 被市府擴充U-Bike 2.0的預算 絕對不會超過2.6億元 執政是一種良心事業 我的態度 我絕對不帶有責任 欸 我說柯市長啊 你確定你現在做的跟過去說的 真的是一樣的嗎 大家心裡不覺得毛毛的嗎 我絕對不覺得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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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